大家好 歡迎來到紅石口袋 我是魚乾 今天我要來教大家一些 Minecraft裡面的邏輯 就是利用紅石 來教 然後第一個看到就是一般 一般就是充電跟沒充電 充電燈就亮了 沒充電燈就暗了 那我們第二個看到這叫NOT 又稱飛門 門還是炸 好像都可以 就是它是相反的 原因是因為這個紅石火把有個特性 它所在的方塊 如果有充能 有能量在這個方塊上的話 火把就會熄滅 那熄滅之後它輸出的電源 就會變成零 也就是它就不會輸出能源 那這樣就造就一個相反的狀態 就叫做NOT 那平常就是像開關啊 我們家裡的電燈開關 往上撥是開 往下撥是開關 on off on off 是這樣的意思 然後我們看到第三個 第三個這個叫做OR OR OR就是HOR HOR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是這個 或是這個 或是這兩個 它這個燈都會開 電路都會通 所以它就是 它的條件達成很簡單 只要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通電 其中一個輸入能源 它就會開 這個叫做OR 那我這邊有簡單的做一個 呃 OR的裝置 這就像是 呃 如果有玩過尊爵的18 18room的話 嗯 大家可以知道有那個 村民 不能殺村民 如果你今天手養殺掉一個村民的話 你的結局就會改變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結局是一個燈廟 現在不管是 如果你殺掉了這隻 RRRRR 刷掉了 刷掉了 它燈就會開了 不管你殺幾隻 你只要殺掉一隻 只要一隻就好 它的燈就開了 這個就是OR 就是所謂的OR 那 嗯 這個應用範圍就是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這個叫做AND AND就是 就是 就是它兩個必須要一起拉下來 必須要一起 你也可以接很多個很多個 全部一起觸發 它燈才會亮 那這個達成的條件比較嚴苛 你必須要兩個一起 你光拉一個沒有用 對 那這邊一樣 我用村民來 這個釋放好了 我現在把它改成一個 呃 把它改成一個 END END加 對 就像這樣子 呃 不是 加一個 像這樣子 今天 呃 這個燈是按著的 如果我要讓這個燈亮的話 我必須要把兩個村民都殺掉 呃 村民踩在壓力板上輸出能源 就等於這個火把輸出能源 我要讓火把滅掉 我必須要 呃 我要讓電路滅掉 我必須要讓它離開這個板子 然後我就把它刷掉 刷刷刷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殺掉其中一個 這個燈並沒有亮 原因是因為 這個電路還是通的 喔 紅石火把還有另外一個特性 它所在的方塊上面 的 紅石如果是通電的話 它也會滅電 對 這是另外一個特性 大家可以記一下 我今天必須要把另外一隻 討厭的 也不是啊 村民殺掉 它燈就亮了 表示你今天必須要把所有的村民殺掉 這個燈才有亮 然後 最後一個我要講的 這個 算比較進階吧 呵呵 對 然後這個叫做RS RS叫做 鎖存器 欸 其實大家聽到 不要覺得 呃 這什麼東西啊 其實它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嗯 單向道 就是你今天 呃 可以 按這個 太亮了 按這個 它關了 按這個 它亮 按這個 它關了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那它的製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這麼的簡單 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你按了它 再按它 結果不會改變 你一直重複按一個沒有用 你必須要按另外一個 它才 它才會亮 那另外一個一樣 你按了它不會明 必須要再按這個 那我這邊有做一個 呃 裝置 等一下 先把它reset一下 就是像我們走到一個地方 喔 然後 然後這個 這個裝置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這六塊 這六塊 就是 我剛剛 我剛剛 那邊拍的 咳咳 我走到這邊啊 我按了這個按鈕 門開了 我觸發一個機關 門開了 我走過去之後 我又觸發一個機關 好這個時候我回不去了 我再怎麼按 喔 我再怎麼努力的按 我都回不去了 我必須要到原本的地方 再按一次這個reset 這個門才會開 對 那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我們就交到這裡囉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哈哈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